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18日星期四 今天焦點繼續有我周天惠為大家分析時事,聲音導航 今天我們會說說 1. 加拿大的處境有多尷尬 2. 我們會說說香港戲劇協會搞頒獎禮被咳之作發難者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最近忙著玩政治cosplay 身份撤換得非常頻密 對著中國杜魯多就扮演政治痴漢,每天都要騷擾你 加拿大政府1月16日公開點名103間 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海外研究機構 當中有85間是來自中國 換句話說,根本就是完全針對中國的 杜魯多政府連功課都懶得去做 直接copy and paste大哥美國那套 說有關機構和國內的軍方和安全機構有聯繫 可能會對加拿大國家安全和敏感研究構成威脅 他還說,加拿大先進和新興的領域技術 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研究人員 如果和這份名單上的機構合作 將會無法獲得聯邦之助 類似的政治遊戲,加拿大法院都嚇串了一集 在2023年12月底,加拿大聯邦法院判決了一名打算到加拿大讀書深掃的中國學生 因為潛在間諜危險,不讓他入境加拿大 主審官的判詞作文作得很辛苦 他強調中國利用留學生攝取高科技等等的非傳統間諜策略 又說加拿大的反間諜措施也應跟著改變 從而保障加拿大的國家利益 加拿大說什麼都對,但偏偏在這個時間點說,會尷尬到加零一 我們之前在節目也提過 加媒報導,杜魯多政府為了補償兩件被中國抓去坐牢的間諜 願意簽署和解方案 向他們每個人提供大概300萬的家園 即是大概1780萬港幣的賠償 AKA 暗口費 其中一個覺得太少要加碼,現在在爭取數 杜魯多政府雖度縮不想給那麼多 但又怕自己的臭屎被人爆出來 現在左右為難 今時今日的杜魯多就好像拿著一盆臭水想潑向中國 怎知一舉起,哎呀,整盆東西就照頭淋在自己身上 跟著他一路罵中國,把口一路噴一些黑咪的噁心東西出來 真是很有畫面 加拿大最慘的就是雖然落力跟足美國大佬反華 但大佬就會隨時拋棄他 大家都知道,現任總統拜登很可能會被前總統特朗普踢走 偏偏特朗普和杜魯多有仇 就連杜魯多都在1月16日某一個商會的討論會上說 他說如果Trump Trump真的成功做回總統 加拿大的日子就很難過了 加拿大人民都是這樣想的 外媒報導民調機構Angus Reid Institute 就訪問了大概1,500個加拿大人 當中有64%認為如果Trump Trump再做多4年的總統 美國民主將不會存在 49%認為美國正變成一個獨裁國家 換句話說,加拿大人因為Trump Trump 已經看死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前途 正常人做事要做最好的安排 杜魯多的選擇竟然一切都是最差的安排 在這樣的背景下 杜魯多還要掛著在擦美國鞋打中國 示範了什麼叫政治智慧等於零 計我說,加拿大有你杜魯多一日 日子就真是難過了 Trump Trump真的可以想想 杜魯多這麼明目張膽踩你台 嘗試干預美國選舉 你遞陣時上台,真是可以報仇說行 我們說完國際政治小丑,我們說回香港 香港戲劇協會在1月17日中午 在社交媒體發帖 宣布它主辦的第32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 被藝法局殺停資助 也接到康民署口頭通知 表示未能為頒獎禮提供或贊助場地 劇協的貼文提到 他們在2023年12月8日接獲藝法局兩封信 其中說到局方收到外界查詢 則以上屆頒獎禮上 活動內容直接或間接對本局聲譽造成損害或不利影響 並且曾經審視這個頒獎典禮的直播片段 以及經過審慎的考慮 決定扣除這次項目的最後一期資助 劇協批評這個決定是草率舉措 要求局方解釋哪有問題 但未收到回應 藝法局夜晚回應這件事 指出上屆頒獎禮後 局方收到不少意見 認為頒獎禮的內容和安排有不妥之處 又強調如果獲得資助的藝團 在任何方面違反合約內容 局方有權撤除資助 這句話 我明白 大家都明白 唯獨是黃人不明白 其實真是挺好笑 多個傳媒引述消息 涉及的不妥內容 包括邀請黃營政治漫畫家專子 和港台節目《鏗窗集》的前編導蔡玉玲擔任頒獎嘉賓 另外有傳媒回帶 提到上個頒獎典禮以勇氣做主題 主持人一開場時就說過了 今天不要說那條線 另一位主持就立即澄清說是交稿條線 我們作為街外人 不知道劇協為何特地要邀請這些人做嘉賓的理由 不明白他們想帶出這些嘉賓什麼做法那麼有勇氣 也不知道主持所謂的那條線 是否在影射國家安全的紅線 但是作為贊助人的魏法局 如果他覺得有不妥 有權撤資是天經地義 我們要問幾個問題 第一,魏法局這麼多年都有贊助 康民署提供場地 劇協是否覺得老鳳永遠不可以停 一停就要發爛炸呢 第二,當大家經歷了2019年的黑暴 你還想撩些黃人出來搞事 無論你出於什麼理由 社會已經覺得很討厭 為何你偏偏要這樣做呢? 第三,當劇協搞小動作 而導致拗政府錢失敗 錯的是你 還是藝法局呢? 劇協又要威又要玩不起 整件事都頗有趣 見到黃絲甚至在貼文下面留言 侮辱香港藝術發展局 應該改名做阻礙藝術發展局 這種說話公不公道呢? 拿政府錢又要反政府的年代 早就已經過了 如果黃人還是不醒的話 香港人都沒什麼話好說了 好了,今集的《今日焦點》來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拜拜! 看完精彩的評論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ow YouTube 的三部曲 留言、讚好和訂閱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們的影片